可是還沒生 它在地下燒香啊 下面畫一個是什麼字的 培根你要好好地交交 韓國人豬跟狗怎麼可以分不清楚 小小分不清楚 一定有人跟他說雞跟狗 但是亂亂 對 搞亂了 想一想 小晴這一幅其實是 可以說是最不可能當畢卡索 很經典吧 但是我是因為小晴的 這一幅畫猜出來的 對啊 他有靈感 雞有翅膀 又有靈感 好 又有靈感 對 這一題除了老師以外 你覺得這一題的畢卡索是誰 畢卡索 選我 我覺得比較有創意的是克凡這一題 對 好 這一題畢卡索張克凡 這一題有一點難度 也算是輕鬆的題目 容易嗎 有點難 難 這不會啦 這難嗎 難啊 不會啊 很好畫的 難度高 這真的嗎 太難了吧 這哪有難 這個哪有難 超難的 是喔 一點都不簡單 好不好 這一題好像要比較抽象一點 這一題也是成語嗎 當然是成語囉 抽象一點的成語 對 謝霓卿其實真的有一點會話的天才 還有 先請走 好 好 這一題也是原該讓人家放水題 好 請立起來 對 讓我第一關過好不好 好 丁曉晴停止作話 請翻過來 丁曉晴還在補 一句成語 這個是耳朵吧 耳朵 耳朵 不能問 畢哥 畢哥放水 這是放水喔 這個真的太簡單了 妳已經知道了嗎 我大概都知道了 那妳先偷偷的跟我講一下 是嗎 妳好像要再考慮 那還要再看誰這樣嗎 好 課牌 第二張 看到沒有 這個是什麼 跟妳講的不太一樣 我覺得他人會胖不是沒有道理 他怎麼老是想著吃的 對啊 怎麼這樣 想著吃的東西 一個人 然後大耳朵 還有 有耳 有耳嗎 有耳的成語 是嗎 有耳的成語 發太郎 發太郎是怎樣 兩個人在KISS啊 妳說話嗎 說話 什麼 對 兩個人在說話 然後有一個人在旁邊聽 好 來 那個看妳的 那個 兩個人還畫得真心 妳們同一個學校的 這個有畫面 嗯